藍選副文章 《科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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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是什麼為代表? 昆駒 俗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地方戲曲 如果拿這個歌樂的觀念來看 牙就是詞曲戲 曲牌體 歌詞是用詞曲的長短句 音樂是曲牌體 這就是昆句 詞基本上是用詞占戲 板腔體 詞占就是七個字 十個字的整齊的句子 板腔就是板言 腔調 沒有公調曲牌的 叫板腔體 這個鼠裡邊有翼陽腔 翼陽腔本來是比較離俗的取牌體 可是慢慢破解 到後來變成板腔體 它叫高腔 因此如果這樣來看 在我們說萬曆以後 戲曲開始 雅俗推移 萬曆連間 它有所謂公戲 外戲 這個公戲當然就是雅 我們說雅千千 外戲呢 是俗的 那公戲是指什麼呢 就別取雜劇 因為它時代早 所以它以時代來定位的 外戲呢 外戲呢 事實上就是南齊戲文裡邊的 昆腔和毅陽腔 這個為外戲 而到了康熙年間 這個康熙早期也是這兩個 但康熙後來呢 你看 就以昆為雅 以邑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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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雅 為雅 你看這個雅俗的定位 在萬曆連家 昆毅還是俗的 圓雜劇是雅的 好 這個乾隆 雅俗爭衡在乾隆的變化最大 雅俗爭衡 因為這個什麼呢 開始板腔化了 它在這個什麼呢 北京的民間 居有地位 所以大家喜歡 它就變成了什麼呢 京腔 等於是北京的 這時候它開始 和昆山腔爭衡 所以乾隆第一期的 雅俗爭衡是昆京 第二期呢 就是從陝西的邦子腔 陝西的邦子腔 這個邦子腔是 是陝西邦子 它到了京城以後 這時候的京腔和邦子腔比起來 京腔就啞了 它邦子腔就數了 注意 這是陝西邦子 這是陝西邦子 然後呢 這個亂壇 地方戲曲 本來的亂壇 只稱陝西邦子 叫亂壇 這是亂壇的第一個意義 那為什麼叫亂壇呢 因為文人的耳朵 只聽昆山腔 覺得怎麼樣 是優雅的 地方戲曲 初初聽到陝西來的邦子 它覺得亂壇一氣 所以稱亂壇 因此呢 這個京腔被打垮了以後 就開始 紛亂的征服 而這個亂呢 這時候的亂 又變成 地方戲曲的總稱 不像這時候的亂 只指山西邦子 那亂壇裡邊包含的內容 就很多 邦子腔 藝陽腔 京腔 還有樓樓腔 奧房腔 通通屬於亂壇 所以亂壇的名義是變化的 因時代變化 我和各位常常說到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呢 名詞的定位 這就是同名什麼 意識 同樣亂壇 但是內行不一樣 好 第四呢 這個 京腔 應當 剛才在這裡 應能在這裡 這個先昆邦 昆腔和這個陝西亂壇 鬥爭 第三季乃是什麼呢 哎 京腔已經變雅了 可是另外一個邦子腔呢 進來了 可是這個邦子腔 不是陝西的邦子 是四川邦子 四川的邦子呢 是用浮秦犯做的 所以它叫浮秦槍 浮秦槍 浮秦槍 要邦子 可是 京腔為亞的時候 來 爭斗的 昆腔 退居了 但是 各位知道 昆腔 都會被人東打西打 可是它耐力很強 耐力很強 隨時都會浮現 人家強大了 就把它壓過了 但是這個地方被摔殺下來 它又起來了 所以昆山腔呢 是一個 就像我們中華民主的民主性一樣 這樣 我們遭受到 你看 多少次的 五胡亂法 對不對 然後呢 寮 金 蒙古 清 最後 我們中華民主 還是沒有 沒有說 像這個 和我們爭的 文化上爭的 後來都被我們同化 都被我們同化 這個浮秦槍 那裡邊有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影響很大的 這個名字一定要知道 魏長生 其實他演出的這個四川幫子 就是民間小戲 粉戲 各位知道粉戲是什麼 帶有這個男女這個猥褻的 而他男伴女裝做妖滅的動作 哇 迷倒了千萬人 當時候的 京槍呢 聖離北京 九門輪轉 都是王府在支持的 碰到了他 通通把他打下來 所以這個魏長生呢 是這樣 是這樣 然後 崑山羌又出來了 他又和亂談 他這個亂談 就剛才說的什麼 廣義的亂談 這廣義的亂談 一邊就包括地方戲曲的總稱 幾乎是地方戲曲的總稱 所以 幫子槍 京槍 還有這個什麼呢 易陽槍 螺螺槍 澳房槍 螺螺槍 等等 都屬於亂談 這個都在乾隆年間 這個亂談裡邊 慢慢的澳房呢 就出現了 因此接著呢 又和乾隆五十五年 各位乾隆五十年 五十五年 是乾隆的末尾 乾隆是年號六十三年 實質上做了三年的 太上皇 還實際漲錢 這個時候 就是揮班進京 各位知道揮班進京啊 有一位呢 就叫高朗廷 是元商 從揚州啊 帶著這個安徽的戲班 安徽的戲班呢 他的腔調啊 是多腔調的 是多腔調的 主要腔調就是二皇 還有高波子 吹槍 吹槍 是 幫子槍的這個 因為用吹管吹的 高波子 這個波等於哪一個波啊 波幫 高波子也是幫子槍系統 所以近代地方戲曲的一個 真正的母親呢 是幫子槍 幫子槍會變化 流傳到那裡會變化 勢力很大 勢力很大 等一下我們說 好 好 這時候呢 昆灰增衡 產生了什麼樣呢 產生了皮黃系 昆灰增衡的結果 產生了皮黃系 皮黃系 一流布從北京 流布到天津 流布到上海 那是在 那是在 同治六年 而這個皮黃系 形成 是在道光 二十年左右 各位知道 大光有三十年 所以還有十年 咸豐呢 十一年 加上同治六年 所以有二十七年的時間 他在北京 稱皮黃系 傳播到天津 和這個什麼呢 上海 天津人 上海人 就開始稱他什麼呀 你從哪裡來的事呀 北京來的時候 所以才稱它為京劇 懂了沒有 所以京劇就是這麼來的 各位這些增衡的結果 它產生了坤裔腔 坤安精呢 也合成精坤 合流 坤安邦呢 坤邦也有坤邦 也有精邦 這個坤亂 坤徽 尤其在這個坤徽裡邊 後來 坤腔也在二方腔為主裡邊 作為另外一個腔調 所以啊 爭衡的結果 常會融為什麼樣 融為新的複合腔調 像這個呢 就叫複合腔調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麼各位 批方戲是怎麼來的呢 這可以說啊 到現在啊 還爭論不休 我的一個朋友 北京呢 中國戲曲學院的教授 人非常好 非常用功 用功到什麼程度呢 他到台灣來 只要有戲就看 只要有學術會議就參加 知道我們這個課堂是錄影的 就把我課堂上課的錄影帶 一個一個看 你說還不夠這個用功嗎 他現在呢 投來一篇稿子 對不對 給我 他還是主張啊 這個 西匹二房啊 這個二房啊 要寫竹字頭的二房 是一種樂器 那這個和我的觀念 就差別很大 但他是音樂家 他懂音樂 我不懂音樂 但是我懂文獻 懂語言 對不對 現在呢 光西匹二房怎麼來的 原生啊 不到五十家 也有一二十家 總沒有問題 可以說各說各話 光二房 有人就說 黃鋼黃匹 或者樂器裡面有兩個黃 所叫二房 等等啊 這個可以說從 晚清明初啊 的戲曲學家 就是個爭論不休的 我呢把那些啊 通通不再說了 先說西匹 西匹啊 我們探討這樣的問題 欸 在現在哪一個地方還有所謂西匹 找到了一個叫 湖北襄陽 湖北襄陽這個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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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考察 好啊 它有一個有襄陽調這樣的名稱 又有楚調這樣的名稱 又有西匹這樣的名稱 把它看一看 其實都一樣 叫做同 什麼 一名同死 你先證明它一名同死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啊 這個山傘幫子傳到襄陽 山傘幫子 就是幫子腔傳到山西的南部 和陝西的黃河 這塊南部區 成為山傘幫子 它在往外流傳 流傳到湖北的襄陽 這樣 我和各位說過 槍掉流傳到某一個地方 會不會和當地的土槍發生怎麼樣 發生衝突結合或者混合啊 一定的 那麼混合的現象 三個現象 如果當地的土槍弱於 三傘幫子 像幫子腔 流播到河北 流播到河南 流播到山東 結果他還稱 河北幫子 河南幫子 山東幫子 表示幫子腔勝過怎麼樣 河北河南山東的土槍對不對 所以他還稱幫子主體 可是他有沒有帶了 河北河南山東的土槍的元素在裡面 因此他這個幫子 和原來的陝西幫子 一樣不一樣啊 已經有直辯對不對 所以才稱他河北河南山東山西 可是如果說 傳過來 土槍超過他 他就會被土槍怎麼樣 撕掉了 撕掉了 但是他也有幫子主宿在一邊 到襄陽 就發生了 幫子腔肉於襄陽的土槍 所以就被稱為襄陽吊 襄陽吊 這種現象 就像我們談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雲襄槍 南西 南西西文 原生在哪裡啊 雲襄 所以一定是用雲襄槍來唱 雲襄又叫做勇家 當雲襄的勇家 雲襄槍、勇家槍 傳到了山西南峰 山西南峰 他照樣稱勇家戲曲 可見南峰的土槍 和雲襄的土槍 比起來哪一個槍啊 雲襄 所以他保留了勇家戲曲 可是傳到了什麼呢 傳到杭州 傳到了襲陽 傳到了雲襄 傳到了昆山 傳到了泉州 傳到草州 人家都自稱 杭州槍、海原槍、浴陽槍 雲襄槍、泉槍、草槍、草槍、昆山槍 請問這些地方 都超過什麼啊 都超過雲襄 懂得這個道理嗎 這個是觀察 就可以觀察出來 好 因此他稱襄陽調 襄陽 湖北是古代的什麼 楚國 對不對啊 因此湖北也稱楚 楚調 就是因為襄陽調 就是他湖北腔調的代表 所以稱楚調 那為什麼要稱西皮呢 因為湖北人有個土話 把曲子叫做什麼啊 皮兒 唱一支段曲叫一段皮兒 他們總覺得我們的襄陽調 楚調 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嘛 西方傳過來 所以叫西皮 西皮 所以西皮的意義現在懂了沒有 所以西皮事實上就是襄陽調的 當地的土話 請問 土話流布的力量 是不是更大 所以就稱西皮 所以西皮就是 三散幫子 幫子腔 流到了湖北 湖北 襄陽調話以後的稱呼 有沒有幫子腔的味道在裡面呢 有 那阿黃又怎麼樣呢 在江西有個地方叫宜黃 這個宜黃槍 傳到了江這一帶 有幾種寫法呢 奧王 渝王 奧王 奧王 在文獻上有這四種寫法 這杜瑩陶先生 發現的 我為什麼要採取杜瑩陶先生的說法呢 各位還記得我常說過的 俗文學的規律 在文獻上會怎麼樣 聲音上會有 音進音童 對不對 的額別 字形上會有怎麼樣 行進神文的額別 對不對 這是屬於聲還是屬於行 聲 遺漢二 包括我們閩南話都還一樣 那 遺漢 遺漢 遺漢的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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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漢的遺漢 遺漢的遺漢 遺漢不分 是江浙的語言 就遺漢不分 遺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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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所說的 遺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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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遺漢 當地的土槍 所以他變遺漢 遺漢 所以都和什麼有關係啊 和幫子有關係 那麼為什麼西匹二房 可以像兄弟一樣 容易结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同样的直数 否则的话 腔调是会冲突的 那有一些腔调 执性很强 很孤僻 容纳不得别人 也不适于别人来依附 像什么呢 像绍兴戏 乐聚 乐聚留报到哪里 就永不与人结合 像北方的瓶聚 那个瓶是批瓶的瓶 后来也就省掉原子鞭 和我们经聚在早期民国 叫平聚是不一样的 类似这些 它就不会 不会被同化 也不会同化别人 那西匹奥坊 因为它 同样帮子强所有共同的直数 可是 它又怎么样 它又各自有特色 这个特色是什么 它就是疑防枪的特色 和襄阳调的特色 疑防因为输于江南 所以它就抒情 描写一些比较悲凉 惆怅的运辉 所以襄阳一带呢 它保留了帮子高亢 这个基础 比较这个 比较豪情盛盖的 这两者之间正可以 互补有 还有同质性的帮子做底子 所以西匹奥坊 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它们结合在一起 也不是一下子结合的 其前西匹奥坊戏是分开的 同在一个戏班里边 慢慢的 在同一出戏里边 先唱西匹奥坊或奥坊西匹 接着呢 是在同一场戏里边 前边唱西匹后边唱奥坊 或者先唱匹奥坊或唱奥坊 后来慢慢怎么样 彼此角色对唱 你唱西匹我带奥坊 后来怎么样 我唱几句西匹 等一下我再转调 转奥坊 类似这样慢慢融合下来 我的观察是这样 你懂应该留意这一点 像这个呢 还有一个戏区史上的错误 以为西匹是到了 这个道光年间才流入北京的 事实上有许多证据 在乾隆年间 就在三个地方 同时西匹奥坊河流 最早的是在襄阳 皮房河流 然后扬州的西匹奥坊河流 北京的西匹奥坊 都在乾隆年间 都在乾隆年间 可是哪一个比较早 我想应当是 这个 在这个什么呢 汉口一带 在这个湖北 最早扬州在北京 这样的河流 但是西匹奥坊的这个 明角提升了西匹的这个 是在道光又另外一次 一次有明角 而伊皇早在康熙年间 就传到北京了 也有这些现象 所以又出来的大演员 在道光以后 那就是这个 这个霍山姐的谭心培 谭心培呢 他就把原来的 这个皮房系的语言系统 把它统一了 他采取的方法 既然在北京这个地方 在北京这个地方 大家喜欢 所以就拿北京的声调 韵母 哪一个影响这个音乐大 是韵 所以他就用北京的 十三道这韵 为京剧的压音 可是要保留什么样 湖广这个地方 最早期的西匹奥坊的接合 所以他就有湖广阴的生母 声调 所以才有这个 监团阴 什么上火阴 这一些调试 保留了西匹奥坊 原始的印味 所以既有北京语 所以既有北京语言 大家能接受的 都能接受的 也有 这个湘阳 汉口这一代 的原来的印味 各位 昆聚 也是一样 昆聚原来是用什么语言啊 吴语啊 吴语有谁听得懂啊 所以谁开始就给他 用这个 吴音的官话向靠路 魏良府 然后是谁第一个 这个湘有关系啊 是谁第一个 用中原音源押韵的啊 梁辰宇啊 梁辰宇第一个用 对着你写的很清楚 你发现这一点很好 那个谁也发现 梁辰宇用中原音源押韵 这个呢 就往官话靠拢 我不知道各位曾经说过 一个剧种要成为全国留步的 一定要怎么样 像什么 官话靠拢 这个是 无法避免而避走的路途 你鸽子戏 如果不往官话靠拢 就现在的普通话 你永远就是地方戏剧 历史上如此 因为语言和我们中国音乐的腔调歌唱 是极密切关系的 各位现在大力以上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刚你们都抓住了 你们再翻一翻这个大开车 谢谢大家